大家好 我是宣问喜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今天点题就是股灾之后 讲一讲过情况 今天港股表现也算是这样 因为昨晚美股跌得非常凶狠 但今天港股反而高开 全日都是一直上升的 虽然跌过一点点 但全日都是上升的 升352点 收25392点 成交1411亿 今次做好多得内地金融股 特别是内银股 今天升幅比较厉害 其中工行英俊3.7% 当然升市离不开腾讯 也有贡献1.5%的进涨 令市今天能够回升 只不过本地经济股仍然弱弱 令升幅不能够扩大 到500点左右回回头 全日升352点而已 讲回整个市形势 刚才开头已经说过了 美股昨晚跌得非常凶狠 看看这个就是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图 哇 真厉害 跌了7.8% 2000点过来 小弟炒了20多年的股票 也没见过这么大的点数 跌幅 点数来说是非常厉害的 标普也是220多点 7%又多 也是非常厉害的 跌了之后 今天港股反而不跌 反而升了 除了港股之外 亚太平均股市 例如日股 都是今天能够少少做好 并不是跟着美股跌 为什么这样呢 形势 可以分两方面讲解原因 一方面是消息面 消息面 有两个重大消息 起码市场人士认为重大消息 事后是怎样 大家可能还有评论 但今天觉得是大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特朗普 昨晚美股跌到丸沙龙后 特朗普已经炮出他的说法 可能会削减美国工人的新讽税 特别是重灾区的行业 受这次疫情打击最大的行业 可能会削减 让大家可以放松一点 舒缓受害 这个消息刺激美股就好一点 这是第一个重大消息 第二个重大消息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去了武汉视察 特别是视察其中一间火神山医院 大家觉得习近平今次去武汉视察 显示中国对疫情控制方面信心十足 所以更加好友增加强心针 更加把市场推高 这个消息里面有两大重要原因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美国方面 都是跟疫情相关的 一个是显示控制有信心 一个是出手 试图舒缓疫情的影响 都是正面的发展 与此同时 看回技术面 都是指向有机会反弹的 事实上 今天就在亚洲时段的时候 美股已经是反弹了 入比的时候又查询一下指数 道瓶斯公平均指数是弹成千点 虽然昨天跌二千点 弹成千点也不算是什么爆炸性 但是在今时今日或者最近的情况来说 弹成千点也算是好事 为什么会反弹呢 技术面其实已经有反弹的可能性了 这就是道瓶斯公平均指数 昨天一个大棍大阴烛 弹进去 走势非常差劲 尤其是之前节目看过 24680的重要支持 都一举跌穿了 去到235851收市 虽然是这样 但是看到RSI的情细 就比市场一个信心 会出现起码反弹 回升就起码反弹 因为看到了 RSI14天 相对强的指数 之前这天已经见过低位 去到十多水平 再跌穿了之前的低位 但是看到它并未跌穿 这是2月底做出来的 今天穿了2月底的低位 但是 RSI并未跟随 穿底 看到 当时2月底 是报17的RSI 今天 虽然 就穿了下去 指数 但是RSI是27 明显 就出现底背池的状况 就是RSI不肯跌 不跟跌 这个是反弹的信号 特别是 不跟跌之余 已经跌到超卖的水平 之前是超卖的 现在跌到超卖27 不肯跌 这是好的信号 至少支持一个反弹 与此同时 标普500指数 都是出现类似的情况 之前 都是跌到很低 跌到很低 超卖 现在穿了2月底的指数 穿了2月底的低位 但是 RSI就不肯跌 跌到超卖的水平 不肯再跌 亦是支持指数 出现反弹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今天在亚洲时段 道市率先反弹 借助刚才2个消息 率先反弹 过千点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晚 美股再弹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再弹之后 会怎样呢 都是看两方面的情况 第一方面 当然是疫情的发展 疫情呢 其实现在去到这个位置 就很明显的了 欧洲方面 就会继续 就会 出现 确诊数字 情况呢 看来是仍然 未受控的 美国会不会 现在看来都是有危机 但是呢 亚洲方面 就好了些了 一边就好了些 另一边 就继续 叉下去 所以情况之下 会看到 对港股的影响 就是 欧洲股市 可能会继续大幅波动 暂时 都是头尺 起码 基本面 的分析来说 会继续头尺 但是 香港这边 就是中国这边 形势会好很多 看到这个就是上证指数走势 低开之后 今天 升1.8% 是50几点进涨 看到这个 阴阳烛图是什么呢 就是 出现一个 破脚穿头的情况 利好的 而且 最近 外围股市 不停跌 但是上证指数 都围围着 五十千线上上下落 中线的走势 并未明显转差 这是有利港股的 这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进一步 看看消息面 如果中国继续受控 最近 都只有一百钟左右 很多时候跌了一百钟 就显示 疫情受控 疫情受控 上证指数 相信仍然靠稳 支持港股 只不过外围股市 就要看看 意大利失控成什么 美国会不会再有时 这是第一个要观察 第二个要观察 就是看看 杜瓊斯公司的平均指数 这一转会看起来反弹 但能不能够反弹上 重要的阻力位 现在看到了 重要阻力位 就是这个裂口 就是昨天裂口做出来的 下跌裂口阻力 下跌裂口阻力 大概是25,000至25,200点之间 大家留意这个位 至于恒生之数 也是 能不能够进一步向好 也视乎 就是这个下跌裂口 能不能够修复 这个下跌裂口 大概是26,000点左右 准确一点是25,900至26,000 大家留意这一百点的水平 如果能够弹下跌裂口 可以初步舒缓压力 要不然 看法可能 弹完之后 再向下沉底 可能性 反而会大些 因为疫情 看来 特别在外围方面 暂时未见到明显受控 所以弹完之后 再向下沉底的可能性是大 只不过先弹一下 起码开心一两天 好了 讲到这里 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